厚重棉被终于能拿出来透透气 过年前的最后一个假日 看见阳光露脸 不少民众趁机把衣服棉被 拿出来晒太阳 今天终于看到太阳了 所以我就赶快晒被啊 因为过年到了 刚好把家里整理整理 干冷天气持续到星期一 星期二开始气温略为回升 但水气增加要留意下雨状况 星期三北部和东部地区 下雨几率都超过50% 中南部山区也会出现降雨 星期四小年夜则是受到 东北季风影响 会转为干冷的天气形态 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 连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也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雨 那其他地方的话 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新的天气 不过到了过年的时候呢 水气又慢慢地减少了 只有东半部地区还有北部的山区 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除夕开始一直到初二 天气会渐渐回暖 各地高温都能来到20度以上 不过还是要留意 早晚温差大 冷热之间要注意保暖 大家新闻雷雅 张略嘉 台北报道 本火赐yen 张略可 字幕提供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